今秋时节将西物园开启西模式 小桥流水 粉墙带瓦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灰派建筑群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美院师生 前来创作写生 写生经济持续走热 走进里坑景区小溪边巷道里 古村外到处可见灰笔作画的学生 原生态的乡村美景 厚重的古村文化元素 让学生们眼前一亮 徜徉其中 房子建筑比较有高低错落的管兽 还有它的书臂也有 结构上也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些线条 总体来说它这个里坑景区的建筑 还有这些街道什么的 是比较符合我们写生的一些要求 像我们出来训练这个科目的话 主要是进行色彩 还有这个速写的训练 这边环境比较优美 然后灰派建筑也非常的漂亮 一些大的场景 大的灰派建筑的透视 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这个透视能力 据李康村党支部书记李毅全介绍 每年的八九十三个月份 是写生人数最多的时候 这三个月是最高峰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一天有两千多人 最高峰将近三千人 主要来自于我们山东济南的学院 还有我们这个湖南长沙 湖北武汉 还有我们南昌的 据初步统计 现在全国有数百家高校在屋远设立美术写生创作基地 大量的写生客也带热了当地的旅游经济 李康村专门接待写生学生的农家乐 已发展到二十余家 我们做学生就是最主要的餐饮 服务住宿一起 就是一天接待量四百多人 您收入一百万左右 近年来 乌远县紧抓乡村生态优美 村落古朴 景致迷人的优势 成功与全国近七百所高校合作 实现年接待写生游客 达五万余人 年创写生旅游综合收入 逾五千万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